你熬过最晚的夜吗 你喝过最寂寞的酒吗 压力山大 白爪挠心吗 如果你有以上的困惑 赶紧来听这一期的新品早知道 大家好 我是产品部的Alita 大家好 我是广东市场部Kitty 今天开场的这一串灵魂拷问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有多少答了是 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双重巨大 戒酒消愁 熬夜通宵等等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意识到 身体透支健康的结果了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年轻人 我先说我们年轻人已经推称出了一种 朋克养生的保险方法 比如说啤酒里头加个旗 可乐里头泡挡身 这种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这种方法能用得上吗 试试看呗 我觉得让身体健康最重要的 还是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和健康的饮食习惯 其实你说的呢 我们都知道 要早睡早起 可是就是忍不住 控制不了自己 有的事情就是拿得起放不下 比如说心爱的手机 就像粘在了手上一样 有的人追着剧 一边熬着夜 一边敷上最贵的面膜 感觉这样呢 对我们的皮肤和身体 好像都抵消了一样 阿丽塔你知道吗 其实熬夜让皮肤看起来不好 其实不只是表象的 那熬夜最可怕的就是影响我们身体的修复 是的我知道 熬夜对身体肯定不好 但是为什么呢 我们的身体在晚上9点到11点之间呢 是淋巴排毒的时间 11点呢到凌晨1点呢 是肝脏排毒的时段 那凌晨1点呢 接着到3点呢 是胆排毒的时段 好忙呀 是的 后面还有呢 凌晨的4点是脊椎造血的时段 这么繁忙的工作吗 身体 还没完 凌晨3点钟到5点呢 是肺部开始排毒 凌晨的5点钟到早上7点钟 是大肠排毒的时段 原来我们的身体 在睡眠的这个时间 要做这么多事情 整体都在做一个修整和调理 嗯 所以我们会建议小朋友要早睡早起 成人也是需要早睡早起的 嗯 就是做不到 其实啊 在这个其中 我们的肝脏呢 是特别需要我们去注意的 因为肝脏啊 它就像一个哑巴 为什么说肝脏是个哑巴呢 嗯 你看平时你吃不吃辣的呀 是啊 对 那胃是不是很快就有反应啊 对 肠子也会有反应 对啊 所以它肠胃就告诉你 它不舒服了 对不对 是 那相对于肝脏这个器官来讲呢 它就是一个哑巴 它没有告诉你肝疼吧 有一种说法啊 叫美得你肝疼 这个才会肝疼 现在我终于明白这句话了 因为肝啊 它基本就不会疼 嗯 一旦肝疼了 那就意味着出大事了 所以啊 我们说沉默的肝脏 即使呢 70%的肝脏受损 也有无痛感等警示信号 哦 那快点给我们普及一下 这个肝脏的认识吧 嗯 了解肝脏 首先呢 肝脏的重量呢 约为1到1.5千克公斤 还挺大的 嗯 它是我们体内最大的器官 嗯 肝脏的英文 Lever 取自于生命 Lev 哦 对 嗯 它对我们维持身体健康 占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个生命这个单词 跟肝是连在一起的 肝跟我们的生命 这样息息相关的 是的 所以呢 它制造的这个胆汁呢 是分解脂肪所必须的 储存营养物质 排出毒素的 啊 照你这么一说呢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 保养我们的肝脏 都有什么不好的生活习惯 去影响 会伤害我们的肝脏呢 嗯 比方说熬夜啊 对 我刚才听您说的 我都肝疼了 经常熬夜 肯定会对这个睡眠不好 也会影响 这个肝脏的修复是吗 嗯 是的 还有就是饮酒啊 还好我没有这个恶习 但是真的听说是饮酒会伤肝 嗯 饮酒那个酒精过量啊 会降低我们肝脏血液进化的这个能力 然后导致我们体内毒素增加 嗯 这诱发这个肝脏损伤和多种疾病的可能性呢 就会高很多 嗯 还有一个就是经常的发脾气 发怒 啊 女生就爱生气 嗯 所以就会伤肝吗 嗯 心理学家指出啊 人在发怒的时候呢 大脑皮层会出现这种强烈的兴奋点 以致造成呢 一时间的意识狭窄现象 往往我们会说大动肝火啊 伤及肝脏啊 哦 明白了 就是一生气就会气昏了头的那种感觉 所以要大动肝火 嗯 所以生气对肝也不好 那时间如此美好 我为什么要这么暴躁呢 这样不好 这样不好 疲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哦 不行 我最疲劳了 所以就也会伤害到我吗 那你要安排好自己的休息啊 然后不要太疲劳啊 要适度的去放松调整 无形的压力也是疲劳和功能衰退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吧 嗯 是的 阿丽塔问你个问题 你压力大吗 哎 你说呢 真的是压力山大呀 每天都会有很多的人告诉我快点要进好的产品 快点要开发好的产品快点把受清的产品都补上 天呐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嗯 哦 像这个熬夜喝酒生气还有这个压力山大 嗯 真的是离我们不远 所以我们天天可能都在损伤着我们的肝脏 所以我们要改掉这些坏习惯 嗯 同时呢 有没有一些好的食物对我们的肝脏会有好处呢 一般呢 像维生素类的 维生素A啊 B1 B2 B6 维生素C 嗯 这类的食物呢 都对我们的肝脏有一定的好处 都有什么食物会含有你刚才说那一连串的营养素呢 啊 我们先说青菜来哈 比方说 菠菜啊 空心菜啊 韭菜啊 菜花啊 啊 菜花我不爱吃 嗯 还有胡萝卜 我也不爱吃 啊 胡萝卜中的维生素A啊 特别有助于我们肝脏清除毒素 减少我们肝脏中的脂肪 哦 天哪 一半我都是不爱吃的食物 天 啊 没关系 还有呢 啊 比方说全麦 小米 豆类 新鲜的水果 爱吃爱吃爱吃 瘦肉 爱吃 蛋类 还有乳类 这些我还能能接受 均衡的饮食啊 才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补充更多丰富的这种营养补充剂 嗯 那除了我们在食物中摄取这样的营养补充剂呢 我们也可以再选择一些产品来补充这些营养的补充 比方说我们可以选择爱多美的红景天奶极草片 啊 就是这个是吗 是的 这就是我们爱多美马上就要上市的 对 通过跨境销售的红景天奶极草片 那KT啊 那我们的红景天奶极素片 它到底含有什么样的成分 对我们的这个肝脏有好处 帮我们呵护身体的健康呢 哦 这里边的成分可多了 奶极草提取物 奶极素 嗯 然后还有红景天的提取物 洛塞维 嗯 还有我刚刚说的维生素类的 维生素B1 B2 B6 那一连串的 是的 等等了 奶极提取物 奶极素呢 它是有助于我们保护肝脏健康的 嗯 红景天提取物中的这种落塞维呢 是有助于改善我们压力 引起的这种疲劳 哦 环节有疲劳的 所以我需要红景天 嗯 然后维生素B1呢 它是碳水化合物和能量代谢 所必须的成分啊 嗯 维生素B2呢 是产生体内能量所必须的成分 嗯 对 还有维生素B6呢 它是蛋白质和氨基酸运行时候 所必须的成分 嗯 那还有什么 好的东西 可以在这个里头找到吗 嗯 还有一种成分是叫泛酸 它是脂肪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代谢和能量产生时 必不可少的这种物质 好了 那也就是说啊 如果我不爱吃那些 你说的对肝有好处的这些食物的话 我可以去选择一些营养补充剂 来帮助我 来呵护我的健康 对不对 是的 好的 那说起这个产品名啊 那大家对这两种植物啊 不是特别的了解 红锦天呢 技巧肯定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红锦天 这里给大家也准备了一个KT版 让大家认识一下这种植物 嗯 红锦天呢 是生长在朝鲜半岛北部的长白山上 布达山和南陵山顶的附近岩石裂缝中多年生长的这种草本植物 它特别在那个长白山海拔1800米到2300米之间的原始森林中的画树林和峡谷的岩石中大量的生长 嗯 它也被称为真实花 啊 所以在石头缝里长大的这个红锦天 对 真实花 镜长呢 约有6到30厘米啊 叶片呢 是狭长的 然后上部呢 成这个圆勺状的 嗯 就像涂上一样 对 然后下部呢 稀疏 而且紧密的这个粘合在一起 嗯 这个红锦天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它对我们缓解压力引起的疲劳有特别大的好处 所以运动后的疲劳啊 还有工作后的疲劳啊 这些都可以缓解 那还有一种植物 就是奶极草 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奶极草 就是这个 是吗 嗯 是的 奶极草呢 是一种菊克植物 也被称为极的一种 也叫水飞极 嗯 果实和种子呢 是可以用来食用的 奶极草提取啊 是通过这个 奶极草粉碎之后 经过酒精萃取 过滤 浓缩 纯化等程序 提取而成的 然后这种奶极素 我听说呀 在欧洲的很多主要国家 奶极的奶极素成分 被广泛用于抗氧化剂 来保护肝脏 因而呢 它被用作生产健康功能性食品 那这个红锦天 奶极草片 我们怎么去食用呢 嗯 这个其实非常的方便哈 一日两次 一次呢服用一片 恐服就可以了 嗯 那什么人需要补充这些营养素呢 像18岁以上的成人是都可以服用的哈 比方说工作很忙 然后经常加班的人 你再说我吧 嗯 对 还有经常熬夜的人 作息不规律的人 好 你又再说我 嗯 还有就是 酒局比较多 经常要应酬聚餐的这种人 还有就是由于压力大 感到疲累的人 因为压力大嘛 肯定会让自己的这个身体 各种状态都不对 所以需要 还有什么人呢 哎 容易疲劳 而且容易疲倦的人呢 嗯 平时经常会出现 哎呀 我好累啊 对 我身边有这样太多的人 就经常说我怎么这么累啊 我每天都在干什么 嗯 为什么天天这么累 对 这样的人也是很需要的 嗯 还有就是经常爱吃油腻的 爱吃宵夜的人呢 啊 就是晚上撸个串啊 这些爱吃一些肉累的呀 所以他也会需要这个保护我们的身体 是的 那再次呢还是要提醒大家 产品虽然很好 但是他不能用作代替药物治疗 去治疗一些肝脏疾病 嗯 这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的 嗯 再次向大家强调一下 本品呢不是药品 不能用来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请有基础病的消费者呢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产品 嗯 所以切记切记 好了 那介绍到这里呢 我们爱多美呢 也祝愿大家 所有的人都拥有健康 活力的每一天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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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